30年前的月饼长什么样 中秋节快到了 翻开我的宝典找找灵感 除了熟悉的苏式广式月饼 馋枯了的牛肉虾肉烤腰月饼 闻所未闻的水晶月饼 还有一听就很浪漫的银河苏月饼 能以银河自诩的月饼到底长啥样 好特别哦 没有听过耶 真正的贴心反应来了 内馅看起来像五人馅 但是多的虾米 冬菇 卤肉 还有叉烧 哦 好好吃哦 真正的灵魂感哈 应该会很香 最后再来点新鲜的柠檬叶 十几种配料全部霍霍晕 银河苏月饼的内馅总算完成了 接着附墙粉猪油加清水 只有半均匀 它的做法跟苏式月饼有一点像 不同的地方是 它水油皮里面没有加糖 所以烤出来的颜色会特别的白 或许这个是它叫银河苏的原因吧 苏白如雪 四星和烂漫 饼园如月 愿人间团圆 雪白飞苏 虽其貌不扬 内馅却无比丰富 银河闪闪 时光慢慢 月饼的口味或许早就改变了 但华夏民族寄托在高点上的情感 亘古不变 远远流长 愿花好月圆 天涯咫尺 我相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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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灯火中照一人 愿是你到下 空流又雨中 黑万千火的花灯 天涯 每日之后 都开放 都开放